大家好,我是祖宁 上集和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了魔鬼的计谋 同时当天也播出了完结片 但我想说可能还是蛮多人没有看过这个节目 加上大家想看一集集的复盘 会觉得这样可以让没有看过的朋友 可以有机会认识这个节目 看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一起讨论 游戏中各个玩家的表现 大家听完有兴趣也可以自己上Netflix看 上集我复盘到第四集 刚好结束第二天的比赛 这12个玩家白天进行主赛 晚上进行奖金赛 因此至关重要的其实是主赛 而第三天的主赛是秘密数字 简单来说就是要透过玩家之间进行加减乘除 来推测自己的专属数字 但也由于玩家之间互相泄露数字 则会造成自身被扣分 所以势必要控制住自己数字被泄露的范围 一旦超过了就会造成自身分数大扣 因此这个游戏虽然有加减乘除 但实际上是在考验玩家彼此信任的程度 游戏走到第三天 人本来就是很容易分裂成派 纵然第二天领先者联盟被打个七零八落 第三天也还是打起精神来 大学生东仔也因为昨天没有好好领导团队 并且意识到11人已经分成两派 对于轨道他们自认是弱者互助会也博有为辞 东仔把这份焦虑和男演员西成分享 西成真不愧是40代的脑性男 马上就跟东仔反应不要制造分裂 无论何时都不要那样做 因此东仔和西成也达成了 今天要让两个联盟瓦解的共识 打乱本来已经一起抱团取暖的小洛基玩家们 这也是为什么第三天 东仔不再和已经建立信任的盟友 继续组团的其中原因 主要也是因为一旦信任深厚的建立起来 势必会成为日后领先者联盟的阻碍 因此东仔在游戏一开始 就拒绝了第一天和他建立深刻同盟的女演员思源 并且已经算出了三人成团就是这个游戏中最适合的同盟人数 但东仔在这个游戏中可以说是过于掉以轻心 东仔主要结盟的对象 其实是主播李慧星 但主播早就和医生徐有名结盟了 可以说是买一送一的组合 东仔为了和主播结盟 甚至以信仰发誓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场面 所以说这是个生存游戏 但总不能赢了游戏输了人生吧 以信仰发誓 若还是违背自己的誓言 在后东仔的人格反而会被质疑 因此在东仔和主播发誓时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东仔是要真诚的和主播结盟 但很有问题的是医生有名 在这个发誓的场面上 医生根本连看都没有看东仔 前期律师东朱说 这已不幸任领先者三人主持 医生也表示了认同 可以说打从一开始 医生对东仔就算是有成见了 东仔为了解禁主播和医生 买医送医的组合中 也在双人主要去确认加减成熟前强硬的揭露 希望主播或医生可以让他先进行交流 来让他们的同盟得到真正的羁绊 然而在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东仔似乎也出现了运算错误 我觉得也是这场游戏中 东仔很大的致命伤 在众人眼中属于强者一派 但却在运算上输错了 尤其主播和医生 两人都不算是具有强烈领导魅力的人格 以团力来说会以东仔为首 但东仔却出错了 则会让信任度大大的降低 甚至在加减成熟交流之后 东仔一度想踏入前盟友 演员思源和西成同盟的房间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疑惑 为什么思源和西成还是同盟的缘故 但演员同盟没有想要让东仔进房间的意思 东仔也顺势的让医生知道 自己已经和前同盟分开了 但医生的反应简直就像是男友去找前任一样 自然说你就这么想和思源同盟吗 你也可以就此跟了我们呀 我能够理解医生心里是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不过东仔大概也是钢铁直男 没有察觉到现任同盟的不安感 但也埋下了之后游戏阐输的导火线 东仔在这之后又毫不避讳众人的眼光 和其成勾肩搭背 是不是就很像又跑去勾搭前任的渣男呢 东仔这个行为也无疑是把头伸出去 也把刀递给了敌人 也因为这一幕 小洛基同盟有了可以攻击东仔的理由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 在这场游戏中 鬼道一派人用了很卑鄙的手段 不论初衷是什么 结果就是东仔因此被医生背叛了 我个人纵观整个游戏的过程 觉得真的是东仔过于大意 因为东仔和其成勾肩搭背时 说的也是他怀疑和其成同盟的 其成勾肩搭背叛了他们 这个行为就和小胖去告诉医生东仔 背叛了他们是一样的 但同样的行为 两个团力的结果却云逆之别 一组牢不可破 一组瞬间破裂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除了刚刚所说的 东仔并没有真正得到医生的重视和性能外 其成虽然听过思源口述过他们的数字 但却把数字写在了纸上 甚至于一度其成要求其成背下来 但其成却坚持写在纸上 大概是怕自己会忘记 但也因此不自觉的手持续摸着口袋 才会被东仔误会其成要背叛 其成他们 但也因为这个字条 其成和思源也有手段确认其成有无背叛 虽说其成也可以向他人口述数字 但那样也未免太明显了 第纸条确实是比较容易泄露资讯的方式 然而其成却因此逃过了被同盟背叛的命运 思源担心背叛发生甚至一度替其手保管纸条 这也多亏了当初起手 选择用纸条记下数字的方式 嗯算是某种运气吧 所以其成即使被告知其手可能背叛 也有手段确认其手是否真的背叛了他们 但医生无从得知东仔是否背叛了他们 再者也还是三人成虎啦 小洛基联盟之所以可以说动医生 也还是基于人数的关系 一个人说不一定会动摇 但在信任不够的前提下两人三人都这么说时 医生自然就会动摇 因此东仔虽说想在这天提早瓦解小洛基同盟 但却依然受到了小洛基同盟的迫害 也凸显出东仔太晚意识到同盟已经定型的问题 加上手段不够才会造成了他爆汗离开 不得不说东仔前期表现太过亮眼 否则也不会瞬间成为小胖攻击的对象 但从行为上而言 东仔确实和小胖是同类玩家 只是东仔遇人不俗真的是很可惜 第四天游戏仿佛就像是报应来袭一般 对一直以来抱持着想要大家一起进击理念的轨道形成了打击 说实话我很认同西成赛后说的 这场游戏如果各自玩各自的 应该会很有趣 从节目开始 西成就说过自己是来享受游戏的 从每集内容中也可以看出 西成是真的非常尊重游戏 也犹如一颗游戏玩家般享受其中 第四场主赛为竞标游戏 很惊奇的也是前一晚在监狱中度过的小胖 竟然猜到了第四天主赛的形式 小胖虽然没有顶尖的数字概念 但总是有一些小聪明 几乎可以说从第二天的比赛开始 小胖就是戏剧场面的制造者 没有他的推波助澜 大概也不会让每场比赛 都结束的如此戏剧化 动物园游戏 其实简单说就像是冰果 玩家那样拍卖的方式 让自己想要的动物组合 成功的被排上唯一的冰果框中 以此得分 所以如果各自玩各自的 也许也会达成我们玩冰果时 意外让对方得分的场面 但主办以拍卖竞标的方式进行 实际上也是希望玩家合作 所以也能够理解小洛基连模 继续运作的原因 在这场比赛中 吉成就是非常默默的玩自己的游戏 从言语中也能够发掘 他对于轨道们昨日淘汰有实力的东仔相当不满 而这场游戏中 我认为思源和盛宽都还蛮可怜的 思源好巧不巧的和轨道拥有相同的动物顺序 也就是说两人根本就是命运共同体 但这场游戏中 轨道集中活力于帮助他人 看到这真的是觉得蛮无语的 这是来玩游戏吗? 也因为轨道自我放弃 加上思源孤立无援 这中导致了思源因为垫底而进监狱 但思源也因祸得福 就如同他自己第一天所说的 见监狱不一定不好 监狱里是真的藏了逆转圣的关键 这我们之后再说啰 但这场游戏中 起手还是没有什么表现 性格温和 加上对于团体游戏大概也没有什么概念 话语权几乎都被轨道和律师冬出拿着 在每场比赛中都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就连在他的主场监狱中 也很可惜的错过他可以秀一手的机会 要说起手来打酱油真的不为过 没有太强烈的野心 就连意志环都没有解过 但在这场动物园游戏中 有轨道袒护过关了 轨道之所以护着起手 也是因为起手又到了生死关头 一旦得分不够 起手就会拜拜 而在此被牺牲的就是盛宽 我其实相当的喜欢盛宽 我不是克拉 也是看这个节目才第一次认识盛宽 在群狼环似的情况下 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盛宽真的很单纯 虽然表现都不太突出 但不知道是不是很习惯于表达自我了 每次制作单位反问他时 他的反应都特别的纯真可爱 但也必须承认盛宽在游戏上 非常的不擅长 第一天最好笑 明明身为研究员 有点类似于狼人杀中女巫的角色 是至关重要的角色 却毫无戒心的讲出自己 和东朱就是研究员 说出自己就算了 就连东朱都一起被泄露 所以也导致了自己很快就被杀掉 说盛宽是雷队友也不会过 但是看到他错误的表情 又没办法对他生气 第二 盛宽属于在游戏中没有话语圈的人 小胖不断的想要控制他 但却在游戏中小胖根本没有照顾过盛宽 而盛宽一下被小胖影响 以下又被东朱和轨道影响 阵营不明确 最终才造成了两边人马都无力照顾的情况 小胖的行为很迷幻 盛宽自己也要对这个情况负起责任 但也由于轨道的理想 可以说接下来的比赛就变成了 寄生者的计谋 下集我就来好好讨论寄生这件事情吧 上集的《综艺复盘》 大家说想看一集一集的复盘 今天就先讲到第七集 其实我也已经看完完结了 如此更可以看出每个玩家的每个选择 最终得到的结果 这样复盘下去也会更加完整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综艺复盘》啦 也请大家不要再留言去报一类结局 稍微让没有看过节目的观众 有机会自己去体验这部节目 喜欢今天的分享别忘了按下喜欢 订阅看更多的复盘吧 我们下集见